关太太 你有没有收到乌鱼鼠的信啊 他们说要我们的楼宇进行修气呢 我当然知道了 但我和其他业主都不知道怎样进行楼宇修气 别担心 维修宝 让我为你们讲解一下楼宇复修的流程吧 一 要有效地统筹楼宇公用地方的维修工程 当然要先找其他业主一起商量 有了共识便可以开始筹备维修了 如果楼宇还没有任何居民组织 可以考虑先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有了法团 统筹维修便更方便 第二步就是聘请专业工程顾问 以统筹和策划楼宇维修工程 第三 由专业工程顾问为楼宇进行勘查 以了解楼宇的维修需要 并向业主讲解勘查报告内容 根据勘查报告结果和业主的意向 制定工程标书及费用估价 第四 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和大厦工期的要求 为维修工程招聘工程呈建商 由法团召开业主大会 让业主投票决定维修工程项目 并选择工程呈建商 第五 专业工程顾问需为工程制定监工计划书 工程开展后 由工程顾问监督工程进行 直至妥善完成 如果想提升工程质量的监控 法团可以考虑另外聘请独立的工程监督 以处理日常的巡查及监督工程 第六 工程完成后 由工程顾问根据合约要求验收楼宇 整个楼宇复修流程便大致完成 如果想知道各个步骤更多的细节 可以继续收看各个步骤的相关短片 此外 市区重建局也推出了楼宇复修综合支援计划 适合不同类别的楼宇申请 市建局会提供最适切的支援给业主 听起来并不复杂 大家一步一步跟进和实行 加上市建局的支援 我就没那么担忧了 问题解决 自然人人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